有人说自己不吃大鱼大肉却得了心脑血管疾病 都知道得心脑血管疾病是由于营养过剩导致的 现在有的人以素食为主 不吃大鱼大肉同样也会得心脑血管疾病 为什么呢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资料表明 世界上80%的疾病都与水有关系 就是水质与饮水量和健康的关系 大量的研究显示 饮用受污染的水可以导致各种疾病 人既然因水得病 也必然因水而治病 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医学发现 水是最好的药 在《本草纲目》上 李时珍把水掠到首页 有专家说 水质决定人的体质 体质决定人的健康 人体70%都是由水组成的 例如胎儿体内的水 占90% 婴儿体内的水占80% 成年人体内的水占70% 像一些体弱多病的老年人的体内的水 只占到60%到65% 人体衰老就是体内水衰减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长寿与健康的秘密藏在水中 为什么现在的人五六十岁得一身疾病的比比皆是 主要是血液受到污染了 发生粘稠 血管里垃圾增多 垃圾增多会淤堵 会导致血管内壁增厚 管腔狭窄 血液循环不畅 会导致全身攻血不足 导致各种慢性疾病 据营养专家称 血为健康之本 百病之源 血气畅通 浑身轻松 血气不通 百病产生 世界上有很多的长寿村 那里的人几乎没有高血压 糖尿病 癌症 全世界的新闻记者 专家教授 十分的好奇 结果去考察发现 他们那里的人喝的水好 是重要原因之一 广西有一个巴马县 那里的人平均寿命是90岁 百岁老人很多 那里的水 第一没有被污染 第二是弱碱性水 第三是小分子团水 第四水里面 含有人体必须的矿物质 所以那里的人健康长寿 有很多人带着自己的老伴 去那里度假 去喝那里的水 有的在那里住上半年 一年 结果身上的一些慢性疾病 得到了控制 如果我们要想健康 一定要喝好水 水 这样喝可以治病 一书上介绍 喝好水 可以治疗高血压 糖尿病 失眠 便秘等疾病 所以你每天喝的水 决定你能活多久 另外 虽然现在出现了很多的解渴饮料 提供给大家的选择也很多 但是人们最应该喝的 还是白开水 因为白开水 其实就是一种天然的长寿药 经常喝水 不仅可以给身体提供水分 同时还能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 以及血液循环 对于维持身体的基本机能 有一定的好处 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 人们对健康的要求越来越大 有些人平时花了不少钱 在养生保健上面 也不愿意多喝几口白开水 其实这样做就是本末倒置了 虽然白开水看起来平白无奇 喝起来也没有什么味道 但是这并不表示白开水没有营养 富含营养物质 事实上 白开水中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非常丰富 并且很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经常喝白开水的人 不仅可以给身体补充水分 还能够摄入更多的矿物质 及微量元素 对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好处 潤肠补水 煮开后的白水其实是最解渴的 尤其是夏季的时候 碳酸饮料和其他的果汁饮料 就算冰镇过了 对于解渴来说也不好 真正解渴又解暑的饮料 还是白开水 人体内的火气比较旺时 很多人都会出现便秘的情况 其实多喝一点白开水 就能很好地促进排便 因为白开水可以清润肠道 促进肠胃的蠕动 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 既然白开水能够提高新陈代谢 那么体内的代谢废物和毒素 也会及时地被排出体外 这样人体的免疫力 自然就会得到增强 身体对抗病菌的抵抗力 也会变好 这样生病的几率就会少得很多 生病的时候 多喝一点白开水 也有利于病情的好转 身体好了 人自然会更加长寿 因此白开水 被称为天然的长寿药 其实也并没有夸张的成分在 那么人一天应该喝多少水呢? 健康的生活观念 要求一个健康的成年人 每天都需要喝水 而且不能低于6杯水 当然最多也不要超过8杯 一天喝下去的白开水 一般在20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 当然有些人的体质 不适合大量的饮水 比如说儿童和体质比较差的老年人 他们的身体无法代谢这么多的水分 因此可以适当地减少一些水分的摄入 但是如果是进行了剧烈的运动 和从事一些体力活动的人 水分的流失会比较快 那么喝水的数量呢 也要适当地增加一点 在夏季天气炎热的时候 更需要及时补充水分 否则很容易导致身体脱水而中暑 此外 喝水的时间也很重要 这两个时间点尽量不喝 睡觉前一小时最好别喝 人在睡觉的时候 身体内的新陈代谢也会降低 各个器官组织也会慢慢地开始处于休息的状态 如果睡前大量喝水的话 不仅会加大肾脏的负担 也会导致膀胱内的尿液含量增多 还会增加企业的次数 降低睡眠质量 吃饭前后的半小时最好别喝 很多减肥人士为了少吃饭 在饭前尽量多喝水 想提前把肚子填饱了 这样就能减少食物的摄入量 可以更好地控制体重 也有一些人喜欢吃饭后喝点水 其实这两种做法都不对 饭前饭后的半小时内最好都不要喝水 因为很容易影响到肠胃的消化和吸收 最好能提前喝水 或者是饭后半小时再去喝水 这样喝水才会对身体好 人也不会被多种疾病困扰 才有机会享受一个安详的晚年 晚年过得幸福 一方面是身体好 另一方面是以下这些 对于大多数迈入了晚年时期的人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拥有一副健康的身体 因为走入晚年时期后 人的身体都大不如前 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 仗着自己年轻 便不把身体的健康放在心上 为了多赚一点钱 便拼命地奔波劳碌 经常加班熬夜到凌晨 睡眠严重不足 或者是经常参加各种局 让自己的身体落下了各种毛病 这必然是得不偿失的 俗话说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身体都垮了 又怎么去花这些钱呢 只有一个身体健康的人 才是最能感受到幸福感的 才能在晚年的时候 真正感受到幸福 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才是老年时期最好的保障 才有资本去实现年轻时的梦想 2.家庭是否和睦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最幸福的一件事 不是拥有很多财富 而是陪伴在家人的身边 但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 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忽视了家人 也忘记了给予他们足够的陪伴 年轻时期一心只有事业 很少将时间花在陪伴家人身上 因此让整个家庭开始变得支离破碎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其实家人所给予的温暖 是再多的金钱都换不回来的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 千万别为了追求事业而忽略家人 或许只有等你到了老年才会感悟 家人能陪伴在身边 才是人这一生最大的幸福 有彼此相爱的伴侣 孝顺的儿女 这一定是人生中弥足珍贵的东西 相反 如果一个人在老年的时候 没有了家人们的陪伴 那么他们的心一定是孤独的 这种酸楚的滋味也只有他们能懂 就算是有些人在年轻时 打拼出了一些财富 但是见到其他的普通家庭 简单而又温暖时 心中还是会泛起波澜 所以一个人要想过得好 少不了家人的陪伴 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 能够为人生的下半场 带来独一无二的幸福感 三 是否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人们常说 人生得意知己足矣 在人生漫漫长路中 我们会遇到各色各样的人 有的人出现在我们生命里 教会我们一些东西后 就会匆匆地离开 他们注定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过客 但是有的人出现在我们生命里 会陪伴着我们慢慢地走向生命的尽头 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胜过一百个泛泛之交 能遇到一个推心致富的知己 一定是人生中的一大笔财富 在年轻时 你们有相同的爱好和志向 也懂得为对方着想 即使不用言语 也能知道对方心中想的是什么 你们会见证对方走进婚姻的殿堂 看着对方有了下一代 也看着对方渐渐变得白发苍苍 这一定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当你们到了晚年 约着一起旅游 喝茶 爬山 这段友情一定是生命中 弥足珍贵的美好 所以 晚年拥有一个知心朋友 一定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 因此 要看一个人过得好不好 并不能从表面看出来 有的人衣着简简单单 也不追求任何物质上的财富 但是 他们的内心 却早已拥有十分昂贵的幸福 所以他们的生活 一定过得非常好 有的人虽然看着日子过得不错 但是内心的空虚 是外人看不见的 只有当一个人 内心富足的时候 才能体会到 人生的幸福和美满 当然 一个人生活得到底好不好 也不能用外人的眼光去看待 一个人在晚年的时候 过得好不好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因为 只要他拥有了 让他感到幸福的东西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 就是过得很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